大家好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 继续来给大家介绍 BriceCAD三维建模当中的知识 那本讲呢 会介绍我们的关于 导角和圆角相关的知识 那么在BriceCAD当中呢 进行导角和圆角呢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 它其实是两组命令 一组命令呢 是我们最基础的这个 Fillit和Champfer两个命令 那么它的使用方式呢 就是打出这个命令 这个Fillit呢 是这个圆角 打出命令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选中这个实体 相当于呢 我们去选中了这个边 然后呢 就给出一个圆角半径 比如说是这个实 然后再选择需要倒角的边 确定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这样的 按步骤进行导圆角 那么对于导这个 这个 这个切角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同样的选择它 然后导切角的时候呢 就选择在两个 拿两个面之间导切角 里面呢 需要 去给定一个这个倒角距离 选择这个第一个边 确定 好 那比如说第一个倒角的距离呢 是这个 10 那么第二个倒角距离呢 比如说是这个20 好 然后选择一个边 这样呢 就是按照第一个面 倒角10 第二个面 倒角20 这样的方式呢 来进行了一个倒角 那么相对于这种 那么相对的其实我们在 跨的菜单里边直接来进行操作 其实使用的也是这个dm 飞里的dm chamfer这个命令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找到 圆角和这个倒角 那种方法 其实 它你看到它启动的 其实也是这个dm 飞里的这个命令 我们选择这个命令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自自然的 把鼠标放过来的时候 它可以 捕捉到这个边 好 然后我们 就启用了这样的一个尺子 我们可以呢 去实时的预览 这个不同的 这个半径之间的这个效果 然后你可以 你可以随时的去点鼠标 比如说20 OK 好 你可以选择20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也可以在上面 打开这个优先选择边 优先选择边 打开优先选择边之后呢 好 这里边呢 你发现把鼠标放在这个面上 之后的时候 它其实就 它不会去捕捉 但是你把鼠标如果放在边附近的时候 它就会优先的去捕捉这个边 我们把鼠标放在边上之后呢 不需要点击 然后根据跨菜的里边 弹出的 就会有倒角 可变圆角 各种各样的这个倒角 以及不对称倒角 恒定角度倒角等等 这里边呢 比如说我们就简单的选择这个圆角工具 一样的 就其实呢就是跟刚才呢 启用了一样的这个工具啊 比如说我们也是倒角20 好 那么像其他的呢 还有一些 我们刚才看到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可变圆角 可变圆角啊 那就是两侧呢 是不一样的这个角度 比如说呢 第一个半径 是20 那么这一边呢 比如说是30 那这边呢 就导成了一个这样的可变圆角 那比如说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 在中间点圆角 好 比如说我们先给出一个半径的 是30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指定一个中间点 那可以是终点 也可以是呢 我们捕捉其他的点 然后呢 我们给出一个中间点的半径 比如说是这个 16 重新选一下 好 然后我们应用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可以导出一些可变的圆角 好 我们再做一个剧情啊 继续来 给大家熟悉一些其他的 倒角操作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还有普通的 这个 chamfer的这个倒角 这里边的倒角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刚才这样 优先选择编的方式 或者是 在这里边选择倒角 为了培养大家良好的习惯 我们就 尽量的以这个 直接来用 跨的菜单来操作来举例 因为我们觉得 这样的效率明显应该还是更高的 选择倒角之后 好 这里边呢 最简单的倒角 我们直接给一个偏移量就可以了 比如说 这边倒角30 那这样呢 他会是这个两边都倒角30 这样一种模式 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去看其他形式的倒角啊 比如说呢 这边的这个不对称形式的倒角 像我们刚才 用这个直接用chamfer命令可以实现的 好 那么点击这个不对称倒角之后呢 其实他会有 两种逻辑 一种是按角度的 一种是按距离 那么第一个按角度的这个 指的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也相当于这个切角的角度 比如说我们指定30度 然后我们按这个键盘上的tap键 按tap键之后呢 那么这个距离给出来的呢 是 好 我们这个倒角 的距离 就是这个x向方向的这个 这个是 y方向的这个距离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给一个这个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30度的 这样是50的 这样的一个切角 那么另外呢 还有其他的模式啊 我们选了选择了之后呢 可以看到里边还分成这个 偏移模式的啊 或者是这个可变对称模式 可变角度模式 我们可以一一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可变对称模式 然后还有这个可变不对称模式 我们可以在一侧选择一个角度 一个一个长度 在另一侧呢 选择另一个长度 都是可以进行来这样倒角的 那么最后一种呢 我们还有这个恒定角度倒角 比如说呢 这里面给一个也是30度 然后呢 我们去 切一个30度的角 那么我们的倒角呢 基本上呢 单一的进行倒圆角 和倒切角 以及这个各种形式 不同形式的啊 这种倒角的工具呢 基本上都在我们的跨的菜单里面 你通过选项的指引 都可以这样轻松的去实现 那么最后一个呢 要给大家去介绍的呢 就是在Breeze Cat当中呢 你可以去 啊 多选一次性的呢 去给多个不同的边来进行倒角 我们同样的 在这里边我们就可以 用左肩去点击 比如说我同时的呢 给这三个边去进行倒角 然后我在旋停在某一条边的上面之后呢 我就可以选择 比如倒圆角 好 比如说倒一个这个15 这样呢 就可以同时的为多个边来进行倒角 比如说同时为这两个边 比如说倒一个这个 普通的角 那另外呢 其实他还可以在这个 好 我们的这个倒平角上面的 的基础之上呢 再进行倒圆角 再进行点击圆角 我再倒一个这个 可以看到 那么这样操作呢 会相对来说更方便一些 而且呢 会实现这种连贯的一致的这种倒角的方式 好 那么关于倒圆角 和倒直角的内容呢 本期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也希望大家回去呢 可以多多练习 好 那本讲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